苗栗造橋桑發生了大貨車撞腳踏車的死亡車禍 而這腳踏車騎士她是23歲的印尼籍女子 疑似就是因為內輪差造成的視線死角 不幸被大貨車撞倒念病 白色轎車行駛在路上 不明原因漸漸向右飄移 最後撞上並排停在路上的黑色轎車 受到撞擊影響整輛車打橫 在撞上停在一旁的箱行車 一共三車遭到波及 而撞擊當時黑色轎車的駕駛 正好剛走上車 我知道我就是剛上車就突然撞不來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在喊 這台車我剛簽 我禮拜五才簽到車 真的喔 對 被撞到的箱行車是多元化計程車 駕駛當時才剛從家裡出來 準備要去載客 沒想到就看到愛車已經被撞上了 不用再開啦 叫拖車了啦 白色車頭嚴重回損 安全氣囊也爆開 不過幸虧兩名駕駛 都只是輕傷沒有大礙 以右前車頭與黑色製小客車的 左後車尾發生碰撞招式 碰撞後 騎前車頭在碰撞一旁 停放於停車格內的汽車 現場有兩人受傷均執行就已 事發就在31號清晨4點10許 台中北屯進化北路某間超商前 而白色轎車及被撞的黑色轎車 都是進口車輛出估維修費用會非常可觀 另外在苗栗造橋鄉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大貨車右轉時疑似因為視線死角 撞上騎在右側的自行車騎士 騎士被撞過當場身亡 有看到腳踏車騎士嗎 都沒有 轉彎的時候 就沒感覺啊 然後動動兩聲 我就趕緊下車看 自行車駕駛於現場失去聲明跡象 經檢測駕駕駛車子為0 事發就在30號下午苗栗造橋鄉台一線路段 23歲的印尼籍夜姓女子 和朋友騎車回宿舍的路上不幸身亡 詳細造折的區分還要等警方進一步調查 記者彭光許 林柏松 張義智綜合報導